日本發生九級大地震 引發起大海嘯和核輻射的洩漏危機 造成重大的傷害 死亡人數暫時過五千 失蹤人數近一萬 住在庇護所的都有五十萬人以上 現在災區更加天氣轉動和落雪 令到救援的工作更加困難 希望大家能夠伸出援手 捐款給有關的慈善團體 作為日本的震災之用 想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捐款 可以上到我們新時代電視的網站 www.fairchowtv.com 就可以了解多些 一方有難,八方支援 私比獸更有福